11月26日,来自两岸的花植设计师,齐聚亚洲花都昆明斗南,以各具巧思的花植作品,拉开《商海云上云》,2020昆台花植设计嘉年华,线上线下交流活动的序幕。 此次活动由昆明市海峡两岸交流协会,携手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区等单位主办,包括昆台花植设计师作品展,台湾花艺大师花植设计秀, 昆台新锐花植设计师研讨会,昆台创意鸭花作品展,在昆台商花植产品展示等一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展出由两岸知名花植设计师制作的十足两岸一家亲主题中大型花植作品,吸引众多游人观赏。 其中,一组台湾花植设计师张先荣结合台湾与云南山水美景创作的多肉植物作品《商海》尤为吸睛。 那我这边认识了非常多就是两岸的这个很棒的这些设计师,花植设计师我也得到非常多的启发。 我把台湾最有名的一个叫澎湖的十户双新,所以因为这个双新就代表两岸的一个友好嘛,是吧? 那所以就是从海到山,然后把多肉的景观造景,把它呈现在这次的作品当中。 但天,来自两岸的花植设计师还就加强合作,共推中华花语文化等进行交流。 记者了解到,随着昆明花卉产业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众多两岸优秀花植设计师来此开办学校工作室。 我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然后接触到花卉,然后在这个行业里去耕耘。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地感谢台湾的老师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理念,以及设计上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在根据他们的学习,以及我们在学自身的修养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地找到了设计的本源。 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这次跟台湾的交流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设计不是做别人,而是回来做自己。 据悉,整个嘉年华活动还将持续至12月2日。